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今天我们来说说处女座想要的生活状态 状态一 安静规律 处女座是一个做事非常有逻辑的星座 能让她习惯 能让她舒服的生活也得有逻辑有规律 其实处女会在一开始就给自己的生活做好计划 每天什么时候起床 什么时候入睡 工作的时候一天要干嘛 学习的时候一天要干什么 放假的时候要安排去哪里玩 但凡有一天没安排好 没安排满 让自己续度了 处女还会在夜晚反思自己 她们是很少会过那种放肆生活的人 因为她觉得放肆自己就是续度光阴 每一天都应该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一点 除此之外 平静的生活也是处女向往的 她很讨厌跟人打交道 不希望自己被掺和到某些人情事故上 如果可以的话 除了工作之外 她希望能够自己一个人过 最好还有三两好友 以及一个互相深爱的人 状态二 精神富足 处女作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富翁 她们想要的生活 无非就是满足了自己精神需求的生活 只有当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富足了 她的思想能够支持自己的生活 那这个人才会活得快乐 才会体会到生活的乐趣 很多人活得不快乐 不幸福 不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不好 不是因为他身边的人不够好 而是因为自己对别人的要求太高 对生活的期望太高 没有考虑实际情况 没有考虑自己的能力 只会去羡慕别人 或者是嫉妒别人 追求别人的生活 其实是最容易对自己感到失望的 处女不会盲目地羡慕别人的生活 反而是不断地沉淀 不断地反思自己应该怎样去生活 她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也不希望被别人逼迫 虽然有的时候她做事风格 会让人觉得她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 但至少在她眼里 自己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状态三 纯洁无瑕 处女座是一个洁癖很严重的星座 无论处女座的性格如何 开朗还是内向 她都有很高度的精神洁癖 以及生理洁癖 所以她们的生活必须要保证 其中一方面是纯洁无瑕的 有很大一部分处女对自己生活的要求 是近乎于苛刻的 她的人生无论如何都离不开完美 她总是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没有任何瑕疵 不留任何遗憾 达到最理想的人生状态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程度很难去实现 如果能实现那也仅仅是因为满足了自己的内心 满足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所以处女多数都会从精神方面来找到这份生活的无瑕 因此她在精神洁癖这方面的严重程度也就体现出来了 她希望自己的生活干净一点 也就是说她不希望有乱七八糟的人和事打扰到她的私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